各位,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和大家一口气 就是说两个大规模枪击事件 第一个应该发生在Atlanta的阿兰达 有一个地方叫Decav 有四个伤者 其中一个是事后证明死亡的 这个发生在星期五晚在一个餐厅里面 有个饮醉的人和一些人发生口角 原因是因为一些女人 关于一个女人 结果变成了枪击事件 枪击事件直接推到停车 这一群也有很多呈青人和很多子弹 现在这个餐厅被迫闭门 因为星期六没有开门 这是星期五晚的事件 大约是星期五晚的11点20分 接着第二单 第一单来自ABC News 在Kentucky那边 五个人受伤 在一个Big Fall Bridge的地方 这个地方名字 亦说是餐厅名字 在Kentucky的Louisville 有一个地方近住 Big Fall Bridge 现在发生在星期六 不是星期五晚 星期六的 Press Conference 所以星期五晚 9点05分 去到时发现有三个 年轻人 十多岁的那些 有枪伤 另外有两个自己 駕駛去到医院 即是前后五个 这里是第二单 即是说 看样子 我这两天 都可以不停 又继续和大家 报告美国的大型张机事件 这里一开始说 已经两单了